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這次我想介紹給大家的是 ガリマス的表現 ガリマス的前面是 動詞的mas 形 mas 去掉加太 希望的太,想要的太 然後 太的意又去掉加ガリマス 就這樣子 有一點複雜,等一下解釋 然後意形容詞的話,意去掉加ガリマス 那形容詞的話 不要加直接加ガリマス 就這樣子 然後 這個的意思是 就是綠文的一個特徵 就是綠文是 比較 我的心情跟別人的心情 要明確的區別 我自己的 心裡的欲求心情 感覺是當然是自己心裡的狀態 當然你可以講出來 但是你又不能 又不能講出 別人的心情現在怎麼樣 他心裡的事情是 他自己 他本人才知道 你怎麼可以 替他講他的現在 他的心裡的欲求是什麼 他的現在的心情是什麼 感覺是什麼 不能講出來 那 不過如果想要說 他想要怎樣的時候怎麼辦 那 就是用ガリマス來 把剛剛的這些 心裡的欲求心情感覺 改變成動詞 ガリマス算是動詞 這個是第一類動詞 所以 要注意的是 一旦後面加個ガリマス的話 整個部分 把它視為第一類動詞 所以以後的佛 像佛定型那種變化 都是依照第一類動詞的變化來變化 那這樣子呢 ガリマス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一般 比如說心裡有 比如說想要一個東西的時候 大家會有一個 那個心裡會發現 所發現的動作有 比如說 如果想要摩托車的話 一直看摩托車的目錄 或者是一旦摩托車的電視廣告出來了 就馬上看 或者是一直有空 就講給別人 我想要摩托車 這樣子一直講 那個心裡所發現出來的動作 就是這個ガリマスですね 所以 自己的 自己的想要或者是欲求 或者是心裡的感受 沒必要用這個ガリマス 但是別人的 他想要怎樣 他覺得怎樣的時候 他覺得有一個感受的時候 請用ガリマス來表達 比如說像這個 比如說我想要好好休息 那就不用ガリマス 因為自己的心裡的事情 沒必要用ガリマス 私はゆっくり休みたいです 這樣子講就好 這樣子講就好 就是休みます 休み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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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まず去掉 然後たいです 這樣子就好 休みたいです 就好 但是 但是 可可想要好好休息 那那個時候 你又不是他怎麼 替他講他的心裡的事情 所以 只好 想要好好休息的人 所表現的動作 就是 好累喔好累喔 這樣一直講一直講 那種的 就是 那個是ガリマス 那休みたがっています 就這樣子講 這個的話 休みたいです 一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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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ガリマス ですね 然後 因為是 現在他的狀態 狀態的話 要用 提心家 います ですね 所以ガリマス 剛才有講過 低冷凍子 所以これは 低冷凍子的話 提心は ガッテ ですね ガッテ 在家 表示狀態の 表示狀態的 表示狀態的 います はい 那 就是這樣子 です 休み た が で います 休みたがって います 就是 可可想要好好休息 這樣子講 那 我想要 情人 私は恋人が欲しいです 這個是當然 自己的心理的事情 當然可以這麼講 但是 別人 像 可可 第三人 他想要的時候 不能又 你又不能 又不是他 不能講他的心理的事 只能說 他 因為想要女朋友 的時候 那種 一直講 最近很寂寞 とか 這種話 來判斷他 所作所為 那 就是 兄 恋人 欲しがって 言 欲しい 剛才 言 欲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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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想要女朋友 親人 這樣子 那 なし の字 舉個例子 看看 私は同窓会に行けなくて 残念です 我 不能去同學會 遺憾 很可惜 残念です 那 如果是可可 他因為不能去同學會 他就是 好像 我覺得很遺憾的樣子 可是 兄は 同窓会に行けなくて 残念がって言います 残念がって言います 啊 ね 很想去耶 很想去 這樣的動作 就是残念がって言います はい 就這樣 所以呢 重新再整理一下 弟子が欲しいです ね 這個可以嗎 不可以嗎 どうですか 這個當然是不可以 因為 你又不是弟弟 怎麼 可以講 他想要 摩托車 ね 他的心理是 只有他把握 所以你不能講 欲しいです 那怎麼辦 就是 他 弟弟 想要摩托車的時候 那怎麼說 日文怎麼說 就是 想要摩托車的時候的那個動作 一直看目錄 一直看廣告 一直網路查摩托車 就是 弟弟はバイクを欲しがっています 就這樣子 はい 但是呢 當然是 例如說 好像 好像的有的是加起來的話 原本的欲しい 加個有的 這個沒問題 因為是 這個是推測嘛 推測 他好像 好像想要摩托車 那這個也有 也可以 這句話的話 弟弟 好像弟弟想要摩托車的樣子 那這樣 那這個也可以 那別人的心情的事情 一定要用 がっていますか 這個不一定 譬如說 問你 你想要摩托車嗎 直接問你的心情的時候 當然這個是 我問你的心情 我問你的欲求 那就是欲しいですか 這樣子直接問 這個沒問題 あなたはバイクが欲しいですか 你想要摩托車嗎 這樣子 疑問句的形式的話 當然可以用欲しいですか 這樣子 問別人 OK 那這個 反而ですね 你想要摩托車嗎 的時候 沒必要用がっていますか 直接問欲しいですか 直接問心情 就好 所以 這個的話 倒是 不需要這麼講 はい 疑問句的話 直接不需要用 がります 來問 はい 反正 這個 がります 是 綠文 就是 我的心情跟別人的心情 不能一樣講 講的一樣 不能這樣子 這個是綠文的 很細的部分 很細心的部分 はい 有一點複雜的文法 我的中文也 不知道 OK 皆さん 大丈夫ですか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例文 娘は新しい人形を欲しがっています 息子は野菜を食べたがりません 河野さんがあなたに会いたがっていましたよ 彼女は怖がってジェットコースターに乗ろうとしない 会話 会話 あのすみません 女優の浅田京子さんですよね 僕大ファンなんです 帽子にサイン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いいですよ はい あとノートにもサインお願いできますか 弟も大ファンで絶対欲しがるので ええ ええ もちろん 弟さんによろしくね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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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